就是一切都是金正恩高不高興 滿不滿意 我們來看到金正恩宣布囉 我換那個海上禁航區 不要給我走過來 因為我準備發射炮彈了 少爺哥這有沒有可能又是他再一次的 展現出小孩子無理取鬧的一面 這個金正恩上來以後 其實已經連續射過很多次 曾經發生過一個晚上 連射51枚 沒有人理他 難怪我沒有印象耶 50幾枚 那照道理講 國際新聞應該報一下 其實國際新聞還真的有報 但是呢 他那次連射一夜51次郎 對不對 沒有達到他的這個 沒有人鳥他的意思 對 因為大家都知道金正恩嘛 他現在這樣把這個飛彈拿來亂說 最主要是要幹嘛呢 是要來威脅日本 威脅美國嘛 要希望美國跟日本 能夠跟他上談判桌 來跟我談 來跟我談 我跟你們要什麼東西 我開口要 我要錢 我要這個 然後經濟資源 然後我要你們 對我解除禁運等等 對不起 但是人家不理他 所以對金正恩同志來講 非常的痛恶 他這幾天又玩這個時候 他現在 因為他每次他要射的時候 都是射向日本海 因為射向日本海代表什麼意義呢 就是從朝鮮發射射向日本海 如果射向日本海的飛彈 再飛遠一點 就打到日本了 沒錯 對 那射旁邊一點就是哪裡 射旁邊就是哪裡 全部掌握在他範圍裡面 所以對日本來說 只要一聽到金三胖又要打飛彈 結果日本就人心浮動 非常緊張 因為特別你看 對於日本來說 朝鮮除了會射飛彈之外 以前有空沒事 還會弄個小艇對不對 開上日本的海岸 然後看到路上有個年輕妹妹 就把她綁走了 這個叫拉制事件 其實還真的 就是有相當多的日本人 就是因為這樣被綁架到朝鮮去 然後要在那邊教朝鮮特工的英文 日文等等 像那個北韓 號稱北韓最漂亮的女間諜 她就曾經有說 她的日文老師 就是這樣到日本來的 所以現在日本 只要一看到 一聽到北韓要發射飛彈 就很緊張 當然了 這一次北韓要發射的飛彈 大家就覺得很奇怪 到底是什麼飛彈 它是要打打飛毛腿呢 還是要打打明和飛彈呢 還是要打一打 像畫面上 這樣的一個前射彈道飛彈呢 目前他們上次 我們不是記得 大家看到金正恩大將軍 搭了這個遊艇 然後到海上 然後就看到不遠的海上 然後冒出了一道火光 然後一顆飛彈 從潛艦裡面發射出來升空 大家一直說 那個飛彈應該是假的吧 因為看起來感覺像合成 一點都不像 像美國當初那個誰啊 甘乃迪 美國總統甘乃迪 去視察那個北極星飛彈發射 也是距離的遠遠 拿個望遠鏡看 哪有可能就站到旁邊 萬一發射的時候 有個什麼差錯 那還得了 因為我們知道 這種前射彈道飛彈發射的時候 像美國這種高科技的這種國家 都還發生過 那個就是 他們最新的三次哈級飛彈 射出來以後 在空中 刷刷刷刷 打了好幾個轉 失敗還打回旋 對 失敗了嘛 那你說 金正恩站到那旁邊 還真的挺帶種的 所以那個飛彈腦應該是假的 但是呢 現在透過 那個衛星徵兆 得到的那個情資 顯示 他們這個要打前射飛彈嗎 好像不太可能 因為他們目前為止 還沒有在海邊準備好 要在海裡面架設 這個前射彈道飛彈的這個架子 為什麼呢 因為雖然說上次 這個金正恩他們號稱 這個東西是由他們的潛艇所發射的 但西方至今還是不太相信 那他們在看 在海邊沒有這樣的這個 那個發射飛彈的這個發射架 要準備那個置入海中 所以不太可能 但是呢 倒讓他們從這些衛星照片上來講 發現了一個新的東西 是什麼呢 這個VSV型的高速艦艇 潛艦啊 不是 它是一個快艇 因為我們知道 這個南北韓的之間 南北韓它之間 除了陸上接壤之外 那陸上接壤 那當然就畫了一個 這個非軍事區啊 非軍事區裡面又是擺地雷 又是幹嘛的 或者你人也很難跑進去啊 那但是呢 海上來說 海上就沒有辦法 這個布得滿滿的是水雷嘛 所以那兩邊呢 就有那種北邊那個界線區啊 他們就在海上 也有一些這個邊界 那但是呢 那個朝鮮的這個船啊 有空沒事 就跑到南韓這邊來 鬥南韓這個軍隊一下 好挑釁 挑釁 希望看他來發個幾枚炮彈啊 或是開個幾槍啊 對不對 讓那個南韓的部隊 韓國的部隊 暴露一下自己的陣力 然後速度快的話 你抓不到我 看不到我 對 那他們這次啊 這個VSV這個高速艇啊 它其實看起來的外型 非常的流線 速度可以開得非常的快 那也就是 它如果在這個南北韓 這個分界線那邊 突然開過來 衝到南韓這邊來 不管是做什麼陰謀破壞啊 或是來這邊丟幾個 它發音不來不了 對 那就很麻煩了 它又有可能搭載一些火箭 或上面也可以搭載魚雷 那甚至於呢 如果我們剛剛講到 因為過去啊 韓國朝鮮 它做不管做小型的潛艇也好 或做這種高速的這個快艇也罷 它最主要任務 就是希望能夠載它這個特戰人員 然後偷偷的到韓國的這個海岸附近 把人丟上去 然後上去後做 幹一些這個偵查啦 或是一些破壞的這種事情 那像這樣的一個 VSV的這樣一個 那個快艇 它如果到時候真的這樣做的話 那我會想 韓國又麻煩了 而且它上面 如果它上面的武裝 還有一些像多管火箭啦 或甚至魚雷啦 那你說要潛到韓國這個軍港的附近 或港口的附近 要進行這種滲透破壞 就易如反常 所以你意思說這次不會導彈試射喔 重點是這些潛艇已經開始部署 要準備騷擾當地的安民喔 說實在它要幹什麼 大家還真的很難捉摸 在等 但是因為它現在已經在海上 劃了一個禁航區 為什麼要在海上劃射禁航區 那個禁航區的意義就是 我今天我在框定一個時間 在海上這塊區域 我有可能要進行一個 那個軍事演習 你呢 非相關人等不要跑進來 跑進來如有閃失 自行負責 是這個意思 也就是說 它現在海上禁航區 已經宣佈劃射 所以有可能是飛彈 有可能是炸彈 那也有可能是各種奇怪的東西 會掉到這個裡面 但也有可能什麼都不發生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金正恩到底要幹什麼 還真的沒有人知道